每年春节,香港的沙泉赛马场都有着传统的新年赛马活动,每到那些场内就非常的有气氛,全集满了人。 尽管如此,主办方还是会请来一些明星来热场子,而今年满场的表演嘉宾是郑少秋和王明泉,虽然两人年纪都不小,但现场的表演功力一点都不输年轻人,两人外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年轻,尤其是郑少秋,明明已经71岁了。 照理来说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人,可郑少秋却让人感觉一点都不老。 相反大家看懂到郑少秋和王明泉,两人在台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,非常的有活力,而且郑少秋和王明泉和演了之后,还有单独的个人表演。 台上郑少秋表演了这么多场,看不出疲惫,又说又笑和观众互动,大唱赫年歌,台下的观众都发出阵阵哭喊声,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闹,大家都说郑少秋不输年轻人啊。 而且郑少秋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也就算了,关键是他西装格,旅不驼背,走路身风竟然还不长皱纹,一点也不觉到他有71岁了,完全看不出年龄。 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保养秘诀,能维持这么好的状态,要说娱乐圈的不老传奇,一个是赵雅之,另一个估计就是郑少秋了,两人都是看不出年龄,一本人看见要年轻很多。 不要说台上的表演,平时的机场图网友偶遇的随手拍,郑少秋也依然帅气逼人,前一阵郑少秋一身黑大衣的偶遇图就在网上刷了一波热品,虽然照片有些糊,但是这气场一看就不是一般人老年人的状态啊。 很多网友还是被郑少秋帅到了,明星果然是明星,据说当时是准备去网活动现场的路上被遇到了。 拍照的网友把郑少秋一顿花样,而且据说郑少秋平日里的着装也很年轻化,去年十月份的时候,网友机场遇到郑少秋,都说很年轻人了,进去里看着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。 一群人围着郑少秋指着手机拍,歌不停,可以说是很有人气了,想不到郑少秋现在一个人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啊。 很多都说会不会是是因为郑少秋常年保持活力才能一直年轻的,虽然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,但是郑少秋活得确实很有活力,还不怕累筹罢了自己的五十周年纪念演唱会。 要知道办一场演唱会,年轻人都觉得累啊,但是郑少秋却一点都不觉得啊,综艺节目里也常有他的身影,还不是一般的说说话就完事了。 郑少秋的节目永远是唱唱跳跳,活力十足,综艺上哪怕不唱歌,也要表演一段麦克杰克逊的机械舞,毫不含糊。 郑少秋的节目